泰国首都曼谷市中心一带 发现遭人弃制的标有放射性物质的箱子 一度引发了民众恐慌 担忧出现泄漏 索性专家到场检查之后 发现是虚惊异常 民众在恰途恰区的移动办公楼内 发现了一个怀疑装有危险的放射性物质的箱子 恰途恰区距离曼谷市中心不远 区内还有著名的周末市场 吸引海汇内外的游客 因此向来人流量不少 事件惊动警方之后 政府派出了由原子安全专家组成的工作队 赶到了现场 确认没有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 专家过后也证实 箱子内装的是已经过期无害的一元素 而不是致命性的骨元素 不会对公众造成危险 泰国警方表示 将对随意丢弃箱子的个人或是机构 采取行动追究责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